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也给懵懂的我们带来某种启示,人生或许就是一种寻找。 于是我们一路前行一路邂逅,那些原本陌生的人伴随着神奇的磁场相同的志趣,就这样与我们结为了朋友。 对我们产生了一些或好或坏的影响,改变着我们未来的走向。 而某些感情则升华成了爱情,它赐给我们不分开的爱人,让我们轨迹重叠,相扶相持的走完漫漫人生路。 人生行至此处,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圆满。 亲情、友情、爱情这三种古往今来,一直被人称颂赞扬的感情,我们全都拥有了。 对于这三种感情的排序,一直大有争议,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 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最无私,所以亲情很伟大。 从陌生到熟悉,所以友情很珍贵。 恋人才是会陪伴一生的人,所以爱情很重要。 其实,这三种感情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很宝贵,失去哪一样,这人生都可以说不够完美。 如果真要给个排序的话,我的答案是亲情、友情、爱情。 父母赠予我生命,陪伴我度过人生最懵懂无知的日子,耐心地教会我一样又一样的生活技能,看着我一点点长大,看着我结实心的人,生命中不再只有他们。 这种单纯想一个人好的感情不可谓是不纯粹不伟大,可是当这份纯粹的感情沾染了金钱的铜锈味,当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从依靠感情为持变成了单纯的金钱束缚,那该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 处于那种环境里,人又该如何自处呢?是与之同流合污,让原本清明的眼神变得浑浊,视而不见,还是呐喊着,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同这个扭曲的社会做斗争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想法吧,在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高老头》一文中呢,作者巴尔扎克解人物的口,批判着这个用金钱主义捆绑人和人之间联系的资本主义社会。 本书作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同时呢,也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典籍人和协助代表。 19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卖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部,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振。 他一生创作了91部小说,合称为人间喜剧,被誉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被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为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士。 复辟时期,贵族的实际地位已经远不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同日而语,缓慢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已能凭借经济实力与贵族相抗衡了,复辟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 相比于同时代作家而言,巴尔扎克更加敏锐,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着手创作了高老头。 不得不说,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着代表意义。 其艺术风格是最能代表巴尔扎克特点的作品之一。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接下来我将会从三个方面更为细致地为你讲解本书。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高老头坎坷一生的经历,第二个重点是穷大学生拉斯蒂涅的蜕变之路,第三个重点是福托令被捕折射的人生百态,下面就为你一一展开。 那么我们先来展开第一个重点内容,高老头坎坷一生的经历。 如果将人间喜剧比作是一幢宏伟的大厦,那么高老头无疑是其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同样,作为本部作品的命名人物,高老头也是面粉商高利奥先生,一生坎坷崎岖又充满着传奇色彩。 当一个人在自己投身的领域从岌岌无名到被众人仰视,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称之为传奇。 高老头就是这样一个人,大革命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念条思物,要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大概是他很有魄力吧。 在暴动之中,他盘下了铺子并且相当时实物的去当区长,使他的买卖在那个危险的时代得到了一般有势力人物的保护。 那年他积攒了本钱,以后也是处处占着上风,在有钱不再危险的时代,他的财富才慢慢为人知晓。 上帝总是在给予人们某种能力的同时,也带走些什么。 聪明是高老头起家的根源,粮食买卖却消耗了他全部的聪明材质。 一旦离开了他的老本行,离开了他黑区区的铺子,他不过是一个又蠢又粗野的工人罢了。 唯一一个能对高里奥产生影响,栽培他,教他点世道和人生的妻子,又于是长辞了。 这个老头注定浑恶度日,孤苦半生。 也许他的结局早已注定,从他将财产一分为二赠予女儿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在他满足女儿们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 在他请最优秀的教师培养女儿才艺,寻一位贵族小姐作伴,给他们做豪华的马车,把他们打扮得像个有钱老爵爷养的情妇的时候, 又或者在高里奥妻子逝世,他将那份无法传递的爱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时,他就注定了未来的悲惨结局。 那种疼爱女儿的感情在他心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程度。 他带两个女儿如供奉的天使一般,竭尽所能地去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奢华要求,只求他们能同他亲热一下作为慧敬。 卑微进了尘土里,却开不出鲜花。 完成了两个女儿的梦想,将爱慕贵族圈子向往高等社会的大女儿嫁给了特·雷斯多伯爵。 小女儿但斐纳爱钱,选择了地政时代被封为男爵的德国籍银行纽齐根维夫。 他们的结局都很圆满幸福,所以看着继续做面粉生意的高老头、女儿女婿都很不痛快。 央求了五年之后,高老头无奈带着盈余和盘了铺子的钱,跟寄托生命的职业挥手告别,宣告退休。 去两个女儿家各住半年,享受天伦之乐的高老头幻想破灭。 两个女儿只会在家里没有外客的情况下,才会接待高老头,偷偷摸摸的样子,好像做贼一样。 伤心的高老头只好自行搬到覆盖公寓,并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人生。 刚住进覆盖公寓的高老头,是被公寓所有者覆盖太太都惦记了有钱人, 年付一千二百万法郎擅速费,制作材料考究的衣服,精致的家用银器, 笔烟糊,还有每天都修整的干干净净的发型。 那个时候的高老头还不叫高老头,公寓里都尊称他为高利奥先生。 从什么时候开始尊敬的高利奥先生被人嘲笑,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呢? 大概是他衣着华丽,妆容精美的女儿,一次次的出入他房间的时候吧。 每当女儿离开,高老头的房间总会失去些什么, 而他也从最高等的房间搬进了最差的房间, 也辞退了发型师,不再铺粉,也不再出去吃饭了。 在众人质疑的目光中,他一遍遍稍显骄傲的强调,那是他的女儿, 却在众人问他女儿这般阔气,他却这般静地的时候露出落寞的样子。 凡是真实的感情都有眼睛,都有聪明, 那个可怜的老人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自欺欺人装作糊涂吧。 在临死之前,他最渴求的就是能够再见到女儿一面, 可是两个女儿当时最心于报塞昂子爵夫人的宴会, 没一人想去看一眼父亲,原这个老人临终请求。 那个可怜的老人在病中大哭,呐喊着,我要死了,要起疯了,如果我还有钱。 诅咒他的孩子们临死要遭受到报应,却在回光返照时收回诅咒,祝福他们。 纵然自己抱憾而死,一生也没有得到属于妇女之间最为正常的亲近, 他也舍不得让女儿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这样的父爱伟大又充斥着扭曲,让人唏嘘不已。 富贵半生却落得如此结局, 如果单纯地把责任推卸到女儿蛛虫一样的行为, 冰山一样冷漠的内心,仿佛对他的女儿也不算公平。 当时社会金钱至上,伦理道德被无实地彻彻底底,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人人都想削尖脑袋挤进上流社会,挤进贵族圈子, 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去压榨身边的一切可能, 借高利贷出卖个人情感。 高老头的悲剧就应该算是社会冷眼旁观下的产物罢了。 好,上面就是我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高老头坎坷一生的经历。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重点内容, 穷大学生拉斯蒂涅的蜕边之路。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虽然高老头是本书的命名人物, 可他真不是主角。 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全文史中, 甚至结尾放出宣言的穷大学生拉斯蒂涅, 才是我们真正的主角。 古人云,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控罚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同理, 作为一个主角, 特别是一个要担当重任的主角, 他要经过种种磨练, 在世界观人生观被冲击的时候, 找到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迎接种种刺激。 在这一方面, 拉斯蒂涅做得特别好, 谱写了一篇由乡村大学生顺利挤进上流社会的新篇章, 为我们讲述了另一种成长史。 作为从乡下出来大城市巴黎的穷大学生, 特别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充满好感, 跃跃欲试的学生, 拉斯蒂涅毫无疑问地被巴黎纸醉金迷金笔辉煌的外貌迷花了眼, 险些忘了自己求学的目的, 忘掉了来自乡下亲人的期待。 囊中羞涩的他住进了覆盖公寓, 住在四楼, 与高老头为林, 命运促成了他们的相遇, 好奇心促使他产生了刺探一桩惨失秘密的欲望。 同时, 拉斯蒂涅有趣地观察在巴黎交际场无孔不入的本领, 也给本篇故事带来了真实的色彩。 在认识到没有熟人引荐, 他是无论如何也踏不进梦想的圈子时, 拉斯蒂涅通过姑母接近了报塞昂子爵夫人, 这位最后的法国皇室贵族也不服拉斯蒂涅期待, 为他日后的风生水起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一场宴会之后, 凭借报塞昂子爵夫人表弟身份的拉斯蒂涅被更多贵族夫人所知晓, 他神色满足也越发贤物简陋的覆盖公寓和那散发难闻味道的餐厅以及粗糙的饭菜。 不知是敌是友的福托令总是在拉斯蒂涅得意洋洋的时候泼他冷水, 在他迟出不前的时候拉着他计划着如何通过太一番小姐获取大量财产。 如果说刚入巴黎的拉斯蒂涅是一个有着淳朴道德观念, 善良有为的青年, 那么在巴黎上过三堂课之后, 他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是不知是眼前的世界影响着他的决断, 还是周围人的遭遇改变了他的轨迹。 慢慢的拉斯蒂涅发现, 要想在巴黎这座城市站稳脚跟, 必须要有金钱作为支撑, 而且越多越好。 摇摇牙, 他的虚荣心战胜了一切, 他给远在乡下的母亲和妹妹分别寄去两封信, 以学业为由要了一大笔款。 这时候的他良心尚未泯灭, 羞耻心还存在于胸腔之中。 他懵懂不安, 时时刻刻会怀疑自己的举动是否正确, 有没有人嘲笑自己。 面对亲人的来信, 他惶恐觉得愧疚。 而在后来的日子里, 这些反应被他一一收回了。 在文章的结尾处, 他已展现出诚服的模样。 在巴黎, 拉斯蒂涅也收获了爱情, 这也是促使他蜕变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最初他被美貌的阿纳斯大琪, 也就是高老头的大女儿的美貌吸引, 甚至想成为其情夫。 再撞见他们妇女交谈, 并道出自己同高老头是邻居这个事情, 不出意外的, 他吃了永久闭门羹。 后来, 在鲍塞昂子爵夫人的教导下, 拉斯蒂涅终于摸出了一点点门道。 后来他结识了高老头的二女儿, 并成功让其倾心于自己。 可是在那个世界里, 爱情也难逃金钱的束缚。 阿去达侯爵为了二十万法郎的陪价, 抛弃了交往多年的情夫。 雷斯多伯爵抓住妻子的弱点, 侵吞了他的财产。 银行家纽庆根则下流道, 答应妻子自由, 但要以控制他的财产作为交换。 这一切的一切都叫拉斯蒂涅懂得了一个道理, 真正统治这个社会的是金钱。 后来高老头卧病在床无人照料, 他的女儿们只顾精心打扮, 参加鲍塞昂子爵夫人最后的宴会。 宴会之后的鲍塞昂子爵夫人将远走他乡, 离开这个金钱之上的城市。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加速着拉斯蒂涅的蜕变。 终于高老头的死亡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墓穴埋葬了他青年人最后一滴眼泪, 也埋葬了他最后的善良与良心。 最后他气概非凡地冲着巴黎宣战。 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 好, 这就是我要为你解读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穷大学生拉斯蒂涅的蜕变之路。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扶托令被捕折射的人生败态。 说起这个扶托令, 一个整天管覆盖太太叫覆盖妈妈的男人, 她的真名是约克高冷, 外号鬼上当, 是一个在逃犯, 住在覆盖公寓的三楼。 她的阅历很广, 对上流社会相当了解, 看透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的真相, 对于拉斯蒂涅思想上的蜕变, 扶托令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换句话说, 她和鲍塞昂子爵夫人一起重塑了拉斯蒂涅的世界观与人生态度。 作为高等窃材集团办事班的心服和参谋, 扶托令经营着大宗赃物, 也是秘密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都想抓住她, 问出她所知道的秘密, 再把她送回监狱。 后来秘密警察找上了伯阿莱和米逊诺, 约定以三千法郎, 指使米逊诺去揭发扶托令的真实身份。 实际上他们猜测的也没有错, 喝了掺了特意配好的酒精的咖啡, 打击之后, 扶托令的尖头缓缓浮现出字母。 后来的一切就很明了了, 警察包围了覆盖公寓, 对扶托令实施了抓捕。 每个人的结局总是在他们自这部作品登场之际就已经写好了, 为了灌醉高老头和欧也纳, 扶托令在款待众人的酒里下了麻醉药。 他一句拉西公墓上的爱神, 这个绰号打消了米逊诺小姐通风报信, 让他半夜逃跑的注意。 于是, 毫无疑问的扶托令被带走了, 而米逊诺也因为举报扶托令, 成了覆盖公寓的叛徒奸细, 被赶出了覆盖公寓。 扶托令在的时候, 众人对他未必就存在着多大的善心, 他狡猾的性格张口就来得粗化, 让人生初想远离他的心, 唯一和他接触颇深的拉斯蒂涅对他也算不上了解。 为了能够和拉斯蒂涅合谋获得泰伊藩父亲的遗产, 扶托令毫不犹豫地找人在打斗中杀了泰伊藩的哥哥。 可这一切随着他被警察抓走, 倒像是被遗忘了一样, 反倒是米逊诺洛的被众人厌弃的结局, 那些人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厌恶他的理由, 扶托令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好人。 于是迷迷糊糊的众人一下子清醒了, 空前一般的团结, 音调一致, 反感也全场一致。 连饭也不愿意在餐厅吃的众人禁止离开了覆盖公寓, 而在他们重新回来的时候, 覆盖太太痛苦地发现, 留下来的房客越来越少, 她将这一切归结到米逊诺小姐身上, 并深深地唾起她, 转身搬到自己竞争对手家里的行为。 人人各扫门前雪, 莫管闲人瓦上霜, 这大概就是扶托令被捕离开后, 覆盖公寓的真实邪照了。 在这个为前仕途的社会, 真的是令人心寒又无法适从, 迫于舆论的压力, 不想沦落到别人插鱼饭后谈资的 鲍塞昂子爵夫人, 带着自己最后的骄傲, 踏上走往异国他乡的船只, 跳起来想要去掐死老女人米逊诺的 欧也纳拉斯蒂涅, 无非是因为他内心深处藏着的那些不可告人的邪念, 被米逊诺的目光照得雪亮。 虽然他称这种眼神中带着阴险。 精打细算的覆盖太太打着如意算盘, 赶走了连最后一顿饭都没吃的米逊诺, 以此来刷新自己在众人眼中的形象。 可是他没有预料, 未来的覆盖公寓可以用萧条来形容, 他的做法又给竞争对手带来了收益。 大家赶走米逊诺其实也并不是来替佛托令出气, 每个人心中都有秘密, 都害怕被人发现。 当有人的前车之鉴清晰地摆在眼前, 那么他们一定会一致对外, 扫除这个不安全的隐患。 波阿莱能够追随米诺旭, 这个平时微微缩缩的男人, 到最后终于有了一些男子汉的模样, 也许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周遭邻居的恶意, 也对这个背锅女人有些许愧疚吧。 事情的争端皆因他而起, 最后却换了一个人承担。 文章解读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高老头一书又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 我们关于这本书的解读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提到的所有重点内容。 首先, 我们了解了高老头坎坷一生的经历, 其次, 我们看到了穷大学生拉斯蒂涅的蜕变之路, 最后, 我们体会到了福托令被捕折射的人生百胎。 美好的灵魂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待久的, 真是, 伟大的感情怎么能跟一个猥琐狭小浅薄的社会沆瀣一气呢? 这是作者通过拉斯蒂涅的口向我们传达的思想, 在那个扭曲的社会背景下, 人人奢靡成性, 却感慨小说写得太过于黑暗。 其实, 我们都是通过书籍来看别人的故事, 在别人的故事中,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共鸣, 得到警示, 启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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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